我们必须正视气候崩溃的急迫问题 总统府气候边界委员会周四首次开会 聚焦减碳政策电力供应两大议题 而委员会找来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 和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欣担任顾问 那简佑欣怎么看河山演绎着题 河山场在安全的没有一役的状况下 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赞成可以研议 赞成在顾及河安的前提下把河能纳入选项 外界解读政府的能源政策留下伏笔 所有的能源政策很难没有民意的支持 确实需要民意奠基摊开民调支持河电 作为2050净零策略的有63.2% 相较去年增加5.8% 至于做法有52.4% 认为应该重启核四 47%挺核三研议 41.3%赞成核一核二重启 若加入政党倾向进一步分析赞成核电 作为近零策略的国民党支持者近九成 民众党支持者近七成 无政党偏好超过六成五 而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中 有44.3%赞成 45.2%反对 可以看出绿营内部对核电意见分� 民进党自己的这些支持群众 对核能看法也有很多的改变 能源政策攸关安全与经济 这时公布民调或许也想现 策策民意 TVBS新闻流程传进台北传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